好,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介绍的是第11题 他要解这个不等4 2的2x加2次方会小于9乘上2的x次方减2 好,那我们发现这个 加2当然可以变成2的2次乘上这个2的2次 那2的2次又可以写成2的x括号的平方 那2的x次方我们可以假设它是t 所以这个变成2的2次就是4,4乘以2的2x 那又变成2的x的平方 那这个把它移向就减9倍的括号2的x次 然后这个移向 减2一过来就加2 好,那变成小于0 好,那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假设它叫做t 那就是4t平方减9t加2会小于0 那4跟2会变成9的话,那当然就是4跟2要对相对应 就是4乘以 这个2的x次方 然后这里就是 要减2 所以剩下 正2就分成-2乘上,当然是-1 所以这就是 这个 4乘上2的x次方减1 然后 剩下这个也是一样,这有两个,所以底下还有一个2的x次方 当然要减2 好,那变成这个样子你就会得到 这2的x次方应该等于4分之1 或者 2 是它的界线的部分 界线的部分是这样子 那它还小于0,就是界在这两个之间,也就是说 2的x次方应该是界在4分之1跟2之间 2的x次方应该是界在4分之1跟2之间 那 那 这个通通把它划成以2为底的话,是2的-2 2的-2 然后 2的x次就界在这之间 所以x很简单,因为这个大1,我们方向不变 上面也是一样,-2要小x要小1 这个没写是1 -2小x小1 好,这样你会了吗 2的x次 bom 3-3 4x4 4x5